拿著鑰匙开启大门 男子神色自若 一派轻松 过没多久就拖着 一大箱行李还有纸袋 里头全是值钱物品 快步离去 不说还以为只是要去旅行 但其实他是个贼 还跑到好友住处喜结一空 早前的屋主张玉生 提供住处让小弟陈红文 从台中北上跟随自己 平日大哥出手阔绰 全身上下都是名牌 两人去年底惹上欧警案 陈红文替大哥出气 动手打警察 张玉生却默不关心 让小弟心生不满 因此在这个月4号 到大哥民族东路的住处 偷走现金55万 还有各式名牌 他就是提供住处 反遭气的大哥 去年底台北市东区知名酒店 传出酒客和店家 有消费纠纷 警方斗场 没想到6名酒客失控 打伤2名远警 当时黑空眼镜这位 就是闯自家大哥空门的陈红文 过了三个月 都一直没有发展的机会 那想说看破要回台中 另谋发展 那于是就先偷了朋友的钱 气不过大哥不照顾 刑犯把偷来的名牌 通通分送给亲朋好友 大把现金随意挥霍 案发后躲到中南部 最后还是被警方 拘提盗案 年轻不学好 大牢员北上投靠 想发展 却让自己一再留下案底 记者郭宪阳 何慧荣 台北报导